好,我们来安装一下LibreOffice好了 不过应该不小,所以需要花点时间 这个Winx86 install,Mati,MSI档,200Mbps,3.61版,最新 下载,下来 好,这样子呢,你下载完之后你安装 我告诉各位这个Office我觉得比微软Office更好 虽然大家都用DOC档,但是这个解读的DOC档 基本上也都蛮正确的 它的档案不是DOC,它的档案预设的储存格式呢 是这个ODT 所以我放上去的是ODT 所以如果你想要原稿的话,你可以下载这个ODT 这个Office我最近开始用,我觉得它真的超棒 像我们常常写数学诗,我们有一个格式叫做Lattex Lattex写数学诗很好用 但是你要记很多东西,因为它有点像Wiki,写得很快 但是你要记一些东西,那LibreOffice里面就有一个TestMath的套件 可以做插件,然后你把它插进去之后 它就可以解读Lattex的那个指令 那很容易就可以做出很棒的数学师的那个画面 所以这是我们课本 这本算课本 其他都是参考书 其他都是参考混件 那基本上各位如果考试之前请你看这一本 上课也是这一本,考试也请你看这一本 那但是有很多参考文件是像这个 NLTK 这也是一本很著名的书 它是用Python语言来教自然语言处理 那这后面呢,像这个是R语言的自然语言处理的套件 那这边也有Compiler Construction 这一本书呢,是教编译器的 这本书非常棒 它是Nikolas Weiss 这一个作者其实是个大师 非常著名的 他发明了Pascal语言 Operon语言 Marjo II语言 那这个人呢,曾经得过图灵奖 所以在资讯界的地位非常高 那另外这里有很多Free Computer Books里面的 像Regulation Books 这个就是教你怎么用正规表达式的 那我们这门课会用到正规表达式 那这边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for the Work Programmers 这些都是自然语言处理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领域的相关书籍 那有兴趣你可以看一看 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我的课本为主 因为考试的内容是以这个为主 那关于成绩的部分或相关的部分 还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的话我们LibreOffice下载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安装一下 这个软体真的我觉得是棒的 它比OpenOffice我觉得好很多 我觉得OpenOffice比较大而且太慢 LibreOffice速度蛮快的 那设计比较令人欣赏 好,就一样这样安装 那如果我们用C语言的时候 各位一般用Devc++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各位都很熟了 应该不用再讲 对,各位正在做专题 专题报告你知道怎么写吗 有讲过,你会做自动目录吗 会不会 不会做自动目录保证 你专题交出来的那一本会被K产 不是不是,就是你交出来那本电子档 然后不是要印出来,印成一本给系上吗 目录怎么做 比如说这个主题在第几页 1.1在第几页 1.2在第几页 1.3.1在第几页 那个你怎么做出来 你用MS Office也有这个功能 做法也是一样 Libre Office的做法也是一样 各位知道怎么做吗 不知道,等一下我示范给你看 不然的话各位的专题最后做出来的那本书一定会惨不忍睹 重点不是厚,你要排版排的好 内容,内容让人家看的觉得不错就好 厚不厚其实我觉得不是重点 你写的很厚,里面错的很多,反而被K的很惨 好,Libre Office我们逛完了 来,我教各位做一下,特别是自动目录吧 你看进去之后呢 它有Libre Office, Base, Calc, Draw, Impress, Math, Writer 那这个Bass就有点像那个Access,是资料库的 Calc就有点像Excel,就是试算表 Draw呢,就是有点像Visual,就是画图的 那Impress就有点像PowerPoint OK 那Mass就有点像那个Word里面的数学方程式编辑器 OK 那Writer呢,就是有点像Word OK,这样清楚 那我们就把它打开 我们现在想用的是Word的功能 好,那我顺便把这一个我的原稿载下来 另存先导 这样也可以用来做示范 好,现在我已经 这个关掉好了 这个没得用 可以关掉 好,现在Libre Office正在启动 第一次好像会比较久一点 之后就会很快 好,那我刚刚应该下载下来 看一下,已经下载完了 所以这个档案等一下可以直接打开 好,Libre Office已经启动完了 吧 看一下 好,还在启动 它有非常多的文 语文 语文的支援度不比微软超 好 那你刚刚应该可以看到 它支援的东西 也不比微软少 甚至更多 然后它里面直接内建就可以会出PDF 所以你甚至不用灌PDF印表记就可以 这里有点慢 哇,我们已经下课时间了 对 好吧 那要下课的就可以下课了 那希望知道自动目录怎么做的 留下来听一下 好,这个就是Libre Office的内容 那我们先直接开我的档案给各位看 好,这个是我的原始档 那这边授权声明对不对 我果然忘记插入自动目录了 那在这里呢 我就来示范一下插入自动目录的功能 这边是目录,目录插入 好,这边就是整个文件 那就不动 就直接按确定就好 好,我的目录就做出来了 OK 那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做好 我一开始就把这些都设定好了 好,如果没设定的话 它是不会自动产生的 设定在哪里?标题一 好,这里的字形你要选标题一 那最后它才会产生自动目录 不是字形啊 应该是说这个 这个不是字形 这边才是字形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那个语文的 到底是内文还是标题的那个设定 那这样子我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有自动目录 OK 那我把它储存 你看一下 OK 这样子的话就会就会有目录了嘛 我把它汇出成PDF 汇出 那这时候呢 我直接汇出 我换个板好了 叫1 免得 刚刚那个如果打开我就写不进去了 好,这样我汇出就汇完了 汇完之后你看CL Book 1 把它打开 OK 这样子的话你看 这里的目录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好 那这个你在写期末报告的时候 其实就一定要用这个自动目录 不然你怎么弄出这个 你怎么弄出这一页 好 那我,我的排版我可以把它调成横的 所以我这样子呢 全萤幕模式就直接可以播 好,按你们不一定 你们可能通常会用直的A4的 好,故意把它调成A5 这样子我直接在在投影片的播放给各位看 就完全一致 所以我的书都用A5的格式 好,那之后如果那个写完之后 我会再转一份A4的格式 好,这样就很方便 好,那这是 没有,它这个 目前这样子它就是A5 就会变成A4的一半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出版成直本的话 那我就会调成A4再一一份就好 调成A4再秀一份 调成A4再秀一份 A4的调法在这里 就是这个格式这边有页面 页面这边的页我现在是用A5的 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A5不好 你就调成A4 然后套一用 OK,那这样就变成A4的格式了 但是你可能要稍微小一点 你才会看到 好,那字就变多很多了 但是这样排版有些就跑掉了 好,因为我是用A5去调的 它调的时候可以跟A5对齐 好,那目录的用法是一样的 目录的用法是一样的 好,所以我重试一次给你看好了 我重试一次 我现在如果开一个空档案 开一个LibreOffice的Writer的空档案 好,那我随便剪一些东西下来 剪一下什么呢 好,就Blender的这一个好了 好,我剪这个下来 然后呢,我先把它贴到这个 Nopay++ 然后呢,我再把它贴到这里来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A4的格式嘛 好,那问题是自动目录要怎么产生 你要先在这里 在这里按标题 OK,那这个标题你会觉得这个字 如果不是你要的 那你就要修改它的格式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说什么修改它的格式 那你可以看到 好,这个标题 安装开始就没有标题 嗯? 安装开始没有标题 没有,没有标题 没有,没有标题 没有标题 那,接下来呢 我这里好像都没什么标题 开始使用 安装,安装,这里 标题1 好,如果我都只有标题1的话 对,要一个一个设 你编的时候就要设了 好,你最后再设的话 嗯,会有点多啦 对,好,那我随便设几个就好了 那到了这边之后呢 我就可以插入 插入目录 按确定这个目录就跑出来 有没有,1,2,3,页 但是这里你会发现说 那它只有标题 它没有那个1,2,3 对,没有1,2,3 跟我刚刚不一样 1,2,3是用这个嘛 编号 OK,编号 这个 好,这样子1,2,3跑出来 对,目录现在没有1,2,3 对,更新一下 这样,1,2,3就跑出来 好吧 好,那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 不会套用这种1,2,3 因为套用这种1,2,3 其实是内文的1,2,3 对,所以它这边呢 你应该在这里设定一下 项目符号几编号 这边 它有所谓的大纲 这种 那我就设定成这个 有没有,它变Chapter 1 Chapter 1,这样我更新了 OK 对 那如果你觉得Chapter 1 这一次英文好像有点怪怪的 那你就可以设定一下它的项目符号几编号 这里它有个位置 位置这里呢 对,这选项 选项这边我写改成D 然后这个后面呢 就张 张的后面加个空白 OK 按确定 这样它变成,这边变成第一张第二张 对不对 那但是这边没变 更新一下 变了 是不是很方便 那我这边呢 我可以加进来 比如说这边变第二张了 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第二张 我想要它是1.1 我按这个 退一击 它变1.1 那1.1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什么 随便的 1.2 好 这样子我更新一下 是不是 它这个都出来 所以非常好用 这一套 LibreOffice 真的 我 你说下面 这个 推几 推几 不是 我不了解你说的 我是按更新 按更新所以你就好 那 各位可能有个 就说 其实如果你是用微软的word 一样做法是一样 一样是选这个 一样最后产生自动产生目录 一样可以做出这个目录 所以你习惯用微软的就OK 你只是把这个方式用在微软上面就可以 我会很难 先告诉你们这个讯息 免得到时候编最后的期末报告吐锤 好 那大概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吧 谢谢 给大家开心 谢谢 三个 这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